大家好,我是松火球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標誌? 這台車Tierra,剛剛才去查怎麼唸的 哇,終於開到一台像樣一點的車了 主打運動性的車,有沒有,是不是 對,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那這台車不知道怎麼就被我借到了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我自己都覺得有點神奇 然後就是因為下雨啊,然後想要搬東西啊 然後摸車不方便啊 然後我就說跟我姐夫借看看 結果不知道怎麼就借到了 然後這台車,以前就從來沒有坐過 對,雖然是我姐夫的車,可是我從來沒有坐過 因為這台車是載小孩專用 小孩專用車 所以說我從來沒有坐過這台車 然後這台車,剛剛開了一下 然後還蠻好開的我覺得 就是除了方向盤已經壞掉了 方向盤都壞掉了,所以方向盤會跳來跳去的 然後那個油門這個方慢,嗚呼 你看這個加速,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它的油門很直接啊,就是給你加速給你加速給你加速 開起來超爽的啊,塞車的時候開起來超不爽的 因為你不管怎麼踩油門都加速都蠻大的 但是這樣也有好處啊,就是你不會有時候 像我之前開的那台AD小貨卡的時候 那就有時候油門踩一點點就給你衝出去 有時候油門踩一點點又不給你動 那這台就是油門踩一點點就會直接衝出去 還蠻爽的 那動力方面我覺得應該是我開過的全部的車裡面最強的啊 就是那種休旅車因為很重啊 所以說開起來就沒有辦法像小車一樣那麼輕盈又加速的感覺 所以說這台車應該是我開過加速力道最強的車了啦 還蠻好開的,但是就是方向盤壞掉了 會一直跳來跳去有點可怕而已 然後車子也算是小小台的 還蠻好開的,那我決定就把這次的影片叫做 舊車開開,不錯吧,我也不知道怎麼會介紹這台車 那我開過的車比較越多走了 終於有一種比較的心得出來了 有沒有 那這台車的煞車我還蠻尷尬的 那台車的煞車跟AD比較像 跟那種SUV的煞車比較有差啦 SUV的煞車就是它有很多段 然後你要去慢慢產 那之前開AD跟開現在這一台都是 產了就有煞車還不錯 就是感覺它的煞車比較偏那種硬性一點啦 那我剛剛因為這台是有點小運動型的車款嘛 所以說我就稍微的給它開快一點點 然後我發現了就是它的前輪吃的壓力還蠻大的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就是沒載什麼東西 因為東西剛剛都下貨下掉了 然後就是引擎的重量都在前面啊 所以說就可能前輪會吃壓力吃的比較大 然後冷氣很冷 那冷氣很冷的原因好像是因為最近冷氣它 然後我姐夫的冷氣有換掉 然後有去修理了一番 所以現在冷氣超冷的 冷到有點超爽的 現在冷氣還不是開最冷我就覺得有點冷 超爽 可是冷氣修起來其實還蠻貴的 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保養一下冷氣 因為冷氣裡面其實也是有活塞在打的 你流太久沒換冷氣會換掉的 欸唷各位那我現在找了一個停車場 然後想說下來拍一下全車照 那因為現在在下雨 對所以說我可能就一個人出去 然後帶個雨傘出去稍微拍一下啦 因為我還是想稍微拍一下 那這台車等一下就要還人家了 對那我就去旁邊拍一下這台車的外觀一下吧 好外觀就長這個樣子喔 有沒有大方大氣的感覺 然後車頭我覺得很有美式車的感覺 就是大大的車頭啊 引擎很大顆然後變速箱也很大顆 整台車都做的那個很大 然後乘坐空間不是問題 就是他會把零九件都做的很大 然後日系車才會比較在意乘坐空間這個部分 那那個大燈 烏烏的大燈開大燈六顆全開超帥的 然後輪框應該是原廠的 對然後原廠的輪框也蠻大的 然後雖然說車子有點髒髒舊舊的啦 然後因為是姐夫的車嘛 姐夫有點那個信奉叫的 所以說他有那個貼這個蓮花 這台車的精筍 然後字都掉了 Tertrilla 然後是Ford的車 LS是什麼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因為旁邊是賓士 所以我不敢停太近 然後就停離Toyota近一點就好了 欸然後這邊就長這樣了 輪胎啊煞車是前後碟煞 那這台車就是很帥啊 果然是有這種小性能車的感覺啊 就是微性能車吧 那整體來說這台車就是很帥啊 從外觀到引擎到動力都很帥 我發現有停超歪的啊 果然是技術不佳啊 整個超帥的 然後對就這樣 好吧那看完一圈車就差不多長這樣吧 那回車裡面吧 那這台車雖然看起來髒髒就有 但其實它的板筋都還不錯啦 那它板筋都是好好的 那里程數在里程數很高喔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這台里程數多少 那這台車的里程數是這樣子 有沒有 快二十萬了 對 里程數超高的啦 通常到這種 通常到這種里程數的車 基本上都是修過很多東西保養的 然後它的方向盤怪怪的 有沒有聽到叮叮叮的聲音 怪怪的 然後排斷桿長這個樣子 P檔R檔N檔D檔2檔1檔 呵呵就一般的 然後這是手煞車 跑車這樣 然後它有一個蓋子 裡面全部都是發票 應該是加油什麼的發票 那它就是還蠻基本的什麼都有 然後一些按鈕什麼都有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因為 車子很帥嘛 比例很帥 然後它的那個乘坐的空間 可能就會被壓縮到 然後後面其實很小 它的整台車的乘坐空間 跟後車降空間都還蠻小的 那基本上一般使用夠了啦 你看這就是小朋友的座墊 那個小朋友的座椅 安全座椅 然後腳乘坐空間還蠻小的 東西有點多啊有點亂 因為是自家用車嘛 Type R 這不知道是我姐夫自己換的還是原廠 我也不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 有用機油保養里程是18317 保養里程過了 該保養該保養了 好啦這台車差不多就先開到這邊吧 那我們就繼續把這台車開去還吧 好啦那舊車開開小劇場 要怎麼開車呢 首先我們先踩著煞車 然後把檔位按住這個按鈕 打到滴檔 左煞車放掉 方向燈打下去 然後因為現在下雨為我開燈啊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開車都會下雨 然後打錯方向燈了 這邊是停車場是有方向性的喔 那想知道這次是哪裡的話 這也是大坑的 步道 大坑步道的那個停車場 那這台車的方向盤好像是一圈半吧 對它是一圈半的方向盤 所以跟我開的你上是一樣的 比Toyota少半圈 所以說 開起來比較不會有違和感啊 因為我開Toyota的時候會覺得 它方向盤要大比較多 有點違和感 那開這種一圈半的就比較不會有違和感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 空間 乘坐空間太小 但是車子還蠻帥的 就原諒它吧 那我現在就是要慢慢的開回家 把車子還給我解回 好的 那最後還是還蠻開心 偷偷開到這台車的啦 誒有偷嗎 沒有啦 正大光明的借到這台車來開好不好 因為剛好要搬東西又剛好下雨 然後就剛好能出現 剛好不知道怎麼就可以借我 呵呵 還不錯吧 好吧 那我們下一站填海 衝啊 好啦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唷 好 好